大家看这个会晤可非同寻常了 现在右边的人普京是什么人物呢 可以说是国际的假机战犯是被通缉的 这是3月20日中俄两国元首会晤时的情形 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 两国的首脑还分别在对方国家的媒体上发文 互相吹捧 不但互相吹捧还共同的攻击美国 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已经确立全防卫多层次的合作格局 承认在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制裁之际 中俄之间贸易激增 去年贸易突破1900亿美元 比10年前增长了116% 据悉美国近日警告中共 有情报显示 北京正在考虑首次向俄罗斯提供用于战争的致命援助 美国已开始和某个讨讨论 是否有对中共实施战争制裁的可能 中共否认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 3月19日接受福克斯访问时说 如果周一习近平与普京之间的会晤出现 任何停战呼吁 那将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这是对俄罗斯入侵的认可 他们想在全球范围内改写游戏规则 他们一直在加强合作的关系 这个会晤无形中就是在告诉国际社会 无论你国际社会怎么抨击俄罗斯 抨击普京 那么我们中国中共政府习近平 还是要与俄罗斯与普京保持亲密的伙伴关系 其实这个会晤也就是在表示 中国无论你国际社会怎么谴责俄罗斯 甚至是国际法庭 还给俄罗斯的普京发布了逮捕令 那么中国呢是不承认这些的 也不承认你北约欧盟和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 和这些国家们对俄罗斯的谴责 我想啊这个会晤务势必会激怒国际的正义力量 很多国家可能会采取各种方式抵制中共的 那么中共在这次会晤之后 他们会越来越孤立